7月7號 中共國家市場監管總局通報 根據《反壟斷法》規定 市場監管總局對互聯網領域 22期違法實施經營者集中案件立案調查 案件涉及滴滴、阿里、騰訊、蘇寧易購等 互聯網企業的合併或收購案 並稱這些案件均違反了《反壟斷法》第21條 對涉案企業分別處以50萬元人民幣罰款 中國最大的網約車平臺滴滴出行 涉及案件有8起 今年6月30號 滴滴在紐約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 兩天後 中共當局宣布對滴滴進行網絡審查 理由是數據安全 7月4號要求下架滴滴APP 有分析認為 滴滴不聽勸阻 選在中共百年黨慶之前赴美上市 令中共高層震怒 7月5號 又有6月份在美國股市上市的BOSS執聘 運滿滿、貨車幫等遭到中共審查 審查期間停止註冊新用戶 去年11月 中共當局以反壟斷為由 對阿里巴巴、美團等巨頭進行調查 並於今年4月重罰阿里巴巴182億元人民幣 中共當局擴大對互聯網企業的打壓 引發股票拋售潮 據彭博社7號報導 中國大型互聯網企業的市值 從今年2月份的高點 累積到2億元 今年4月份的市值 引發了8,230億美元市值 新唐人記者雄斌、黃宇寧採訪報導